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刷新了新记录 而道指的涨幅主要是住房市场的好消息 使市场参与者更加确信 当前的经济衰退不会与2008年和2009年的金融危机一样严重 但事实上 苹果公司上涨了5%构成了周五的上涨 由于采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价格加全方法 苹果的涨幅几乎是当天涨幅的90% 没有苹果 股市很可能看起来更像罗素2000小型股指数 该指数当天下跌了近1% 在4比1拆分之后 苹果的股价将跌至每股约125美元 这会将其在道琼斯指数中的权重从近12%降低至3%左右 道琼斯指数有30只股票 苹果公司会突然发现 自己对该指数的影响力仅为平均水平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今天这期节目是一期短视频 我们来聊聊苹果 其实最近我个人仓户中最盈利的除了特斯拉和NVIDIA之外 目前最大的福音是苹果 在两周前第115期视频的时候 我把苹果的目标价从400美金直接上调到了500美金 并表示这一天会在8月31日之前到来 没想到在特斯拉拆股的带动下 这一天居然提前到来 至此之际 我们来一起看看最近苹果有什么动静 会不会继续走强 苹果股票的危险性在哪里 苹果股票的下一个主要增长动力将是什么 好了 随手点个赞呗 再看视频哦 让我们开始吧 2018年8月 苹果成为第一家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公司 苹果股票是6月初 首家市值超过1.5万亿美元的股票 8月19日 苹果股票成为第一支达到2万亿美元市值的美股股票 昨天周五 8月21日 苹果股票在盘中交易中创下的历史新高 随着苹果股票的上涨 许多投资者都在怀疑苹果股票现在是否可以买入 苹果在新财季报告了令人惊讶的收入和利润增长 其iPhone业务大大超出了预期 这家科技巨头的收入同比增长11%至597亿美元 而其每股收益跃升18%至2.58美元 投资者对苹果在其所有主要业务领域的强劲增长感到满意 特别是在如此不利的市场环境下取得的成绩 报告还显示 苹果可能正在考虑提高其服务业务的赌注 通过在单一产品中组合多种数字服务并收取诱人的价格 苹果认为可以在其长期收入增长至关重要的领域中获得更多收益 尤其是流媒体视频 流媒体音乐 移动视频游戏 新闻服务和云存储之类的内容 可能会给公司带来大量的经常性收入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苹果股票的主要风险 第一 虽然Mac计算机和iPad销售额跃升 但主因是疫情大流行带动的在家工作 和在家上学的趋势推动了这两类产品的增长 在疫情后期 这两款产品的增长会缺乏动力 同时 苹果没有发布9月份的季度指引 理由是 与疫情大流行有关的市场不确定性 华尔街预计 苹果下一季盈利和销售额 和去年相比同比会下降 也就是调低了预期 第二 尽管苹果在服务业的发展势头令人鼓舞 但是估值正变得越来越不合理 苹果现在的市盈率为37.8 要证明如此高的市盈率是合理的 该公司必须在未来5年的时间里 都实现13%至15%左右的高速增长 鉴于疫情大流行不会很快消失 在美国存在长期而严重的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苹果公司很难实现其估值 今天的苹果的增长前景 肯定不比10年前的iPhone更好 当然 必须强调的是 高估值并不代表不能实现预期目标 今天卖出股票可能是一个错误 尽管暴涨之后 总是有机会说 在不久的将来股价会下跌 但苹果并没有特别严重高估股价 和市场上的许多其他股票相比 还在合理的区间 第三 没有真正的利好消息 推动苹果股价的上涨 相反 遇到了许多不利因素 苹果面临很多不确定性 特别是如果真的禁止了微信 则苹果可能会看到全球iPhone销量下降多达30% 即使微信禁令的影响有限 无论如何 苹果都可能在中国面临麻烦 特别是要实现显著的增长将非常困难 第四 最近 苹果陷入了与Epic Games不断升级的纠纷中 而第三方开发商也会加入其中 Epic针对苹果应用商店的政策和佣金率开始了攻击 包括社交媒体活动和诉讼 这个事件目前还在发酵中 这是一个潜在的风险 公司目前在其应用商店业务方面 面临一系列不利因素 使其成为立法者和监管机构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过去的几年中 应用程序商店一直是苹果服务部门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实际上 现在苹果的服务领域是仅次于iPhone的第二大领域 最后一点 是最重要的一点 也是最不好的一点 苹果股价近期的大幅增长 在我们长期投资者眼中可不是一件什么好事情 为什么这么说呢 苹果公司的目前的市盈率为37.8亿 这意味着投资者期望苹果未来的盈利增长将大大超过过去十年 然而 这种导致股票大幅升值的多重扩张 直接威胁着苹果最大的利润增长源 股票回购 换句话说 苹果近年来的美股收益增长 主要受到股票回购的推动 在过去的数年里 通过苹果公司的回购 是流通在外的股票减少了20% 并使美股收益实际上增加了25% 估计大多数人并不知道 苹果在过去的四年里 把公司的几乎所有利润都用于回购 显然 回购股票一直是苹果公司的首要任务 这是增加美股收益和向股东返还资本的一种方式 股票回购的目的是在公司股票被低估时回购股票 但是当它的估值远高于过去十年的任何时候 很难说苹果公司会继续回购股票 因为股票价格增长了几乎两倍 但苹果公司的利润不可能翻翻 这意味着回购可能会放缓 也意味着公司的美股收益增长潜力将大大降低 在某个时候 股票的任何进一步增长 都将必须来自利润的增长 而不是看涨情绪的扩张 我必须再强调一次 有可能我说的个股的风险不是您最想听到的 但是我个人投资股票的时候 会先去找这只股票的不足之处风险所在 尽量避免所谓的好消息 一家公司不会放任对自己不利的负面的假消息在外面流传 在大多数情况下 会让好消息进入大众视野 希望大家在甄别消息的时候特别注意这点 说完了缺点 尽管很难找到根本上推动股价上涨的具体理由 但苹果股票拥有许多催化剂 下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这些催化剂到底又是什么 首先随着科技股的整体表现好于整体市场 苹果受益于相同的整体趋势 该趋势帮助纳斯达克在整个2020年的大部分时间 都跑赢其他市场 同时市值超过2万亿美元大关引起了更多关注 关于这家科技巨头的讨论 主要集中在即将进行的4比1的股票分割上 该股分割将于本月晚些时候生效 这个我们在第115期的视频中已经做过专题分析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回看 部分原因可能是来自Wetbush的一些积极的分析师评论 Wetbush将苹果股票的目标价格 从475美元上调至515美元 这是由于对该公司即将推出的iPhone越来越乐观 在最佳情况下 Wetbush认为苹果股价将升至600美元 许多投资者都期待着苹果的4比1拆分计划 该拆分计划于8月31日生效 尽管拆分对内在价值没有任何内在影响 但看涨的股东们希望拆分能促进对股票的需求 并导致价格上涨 第二 在Cook带领下 苹果公司已经发展成不仅仅是iPhone或iPod的公司 它涉足数字健康市场 自从苹果增加可穿戴设备 家庭和配件市场的投入以来 包括AirPod AppleWash和Beats产品 已迅速增长到公司总收入的10%以上 苹果公司创建了新产品类别 苹果现在发布的可穿戴设备比其他任何公司都多 该公司在可穿戴设备和服务方面的成功 帮助抵消了iPhone销售的放缓 这缓解了对iPhone下滑的担忧 使华尔街对苹果的长期前景充满了信心 第三 服务的重视正在获得回报 在6月份 苹果的服务收入增长了15% 尽管存在问题 苹果继续推动包括应用商店和Apple Pay 在内的细分市场的增长 苹果目前在其服务组合中 拥有超过5.5亿付费用户 此外 应用商店继续吸引 全球知名开发人员的注意力 帮助该公司提供吸引人的新应用程序 这些应用程序又可以增加应用商店的访问量 第四 对于苹果业务的基本价值而言 最重要的是即将到来的有5G驱动的iPhone更新 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周期性升级 对即将发布的iPhone12来说是个好兆头 同时iPhone12系列将包括该公司的首批5G手机 之前在iPhone12可能延迟消息传出后 苹果公司的几家零部件供应商的股价也受到影响 包括无线芯片制造商博通和高通 这里多说一句 高通是我个人开始建仓的第二只5G股票 第一只是爱立信 以后会做专题视频 最后还有就是苹果的红利 自该公司于2012年恢复派息以来 它已将股息增加了116%以上 我们来看一下苹果的股价 现在是买入苹果股票的时机吗 分析人士认为苹果的股价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继续被推高 前面说过 WhiteBush分析师Daniel认为 这是十年一次的机会 这可能会推动苹果股价在来年上涨至每股600美元 长期的苹果分析师吉恩表示 苹果股票市值在本十年的某个时候 可能会达到3万亿美元 基于31位分析师提供的苹果12个月目标价格 平均目标价格为434.69美元 最高预测为515美元 最低预测为295美元 平均目标价格比最新价格497.48美元 降低了12.62% 我个人认为可以观察一段时间 在设定新的潜在买入点之前 苹果股票需要在正确的市场条件下 形成新的基础 不太建议追高 苹果可以在下一次市场暴跌时放心购买 另外 对于刚刚创出新高的股票 最好不要做空 更加不可以做空苹果 这个会非常的危险 请密切关注整个股市 不要试图与总体股市的趋势方向抗衡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补充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哦 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同时也会帮助到更多不认识我的人 找到这部影片 祝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